每年12月是台湾图书馆节盛会 12月第一个星期天就是台湾阅读节 希望透过全国各地图书馆 以多元形式阅读方式活动来举办分享书籍 让大家可以养成阅读的好习惯 更期望可以带动阅读风气 台湾阅读节活动正好是本年度阅读绩效总检视 让喜欢阅读努力推动阅读的个人以及单位表扬 同时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以及月光寺 奉行星云大师以及文化教育弘扬佛法的宗旨 赠送了花莲县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典 总共有14套 那这套书是在2002年的时候 由星云大师指示了由这个主编如常法师 他来进行开始来进行做一个编撰 那一开始的时候那大师就请如常法师 去征求一些专家学者的一个意见 怎么样来进行编这一套书 那如常法师就征求了非常多的学者专家意见之后 这些学者专家一听到如常法师的这张计划内容 就跟如常法师说 你回去跟大师说不要编 因为太困难了 怎么个困难法呢 因为你们星云大师要编的这套书 不是只有台湾的 也不是只有大陆的 是全世界的佛教艺术 县长徐真伟也表示 佛教艺术以文字传统的建筑文化 让整个佛教艺术史引导众人来了解佛法 这是一个分享的一个市集 所以一直持续到今天已经好几年了 而今年我们又结合我们这个表扬 我们的GEO的图书馆 或是推动人员 以及我们小书虫大书虫 另外今天真的恭逢圣会 我们的佛光三月光寺 要送给我们世界这个佛教美术图书大典 刚才仔细的聆听了一下 我们的这个如川我们大法师 跟我们介绍了这个佛典 我想佛法就是生活 生活在整个佛法间 我想这是一个智慧 就如同我们在这个浩瀚的书海里面 摄取非常非常的多的能量 也更能看到文字的穿透力 和文字令人感动 尤其是艺术文字 其实它整个穿透了整个人类的发展史 还有艺文的发展史 而获得109年度GEO图书馆 有第三名的寿峰图书馆 第二名是吉安图书馆 第一名则是花莲市立图书馆 接受了县长的表扬 文化局图书馆最好的伙伴 谢谢他们这一年来的努力 花莲县文化局也表示 欢迎热爱阅读的民众 踊跃参加阅读活动 一起传递感受阅读 无所不在的幸福 提升民众的阅读热情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